今天要带你来看云林的灿林国小校园内的跑道 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 因为使用的时间过久 加上这个跑道的表层老化 而且还加上了甚至出现下陷的状况 学校学生在跑步运动的时候 常常因为地面上出现的落差而跌倒了 学生是摔得哀哀叫 但是呢校方现在苦无经费改善跑道 下了好几天雨终于放晴了 但操场上的跑道却积水难退 跑道的表皮已经脱皮 这样的运动空间让学生只要跑步就会跌倒 学校办运动会大队接力赛 几个血统跌在一块 仔细看这跑道上小凹动不少 在全力冲刺标速之下不跌倒也难 加上跑道下线约八公分 学生不注意的时候行进这个落差点也容易摔跤 跑步要接班的时候就跑太快 就摔倒 然后就撞到操场 弯道的时候有一些凹动 会影响你跑步吗 有时候会差点跌倒 校内学生几乎都有跌倒的经验 严重的时候还送医过 校方说这很无奈 碍与经费不足 没钱就无法改善 学生的安全一刻都不能等待 我们是希望有比较好的方式呢 及早把这个比较危险的场地能够处理好 地方明代出面判给孩子安全的上学空间 危险的跑道一天没改善 就有可能会有学生因为跑步摔成脑震荡或受伤 中天新武江戴景云林采访报道